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都有一些品权的主张 或者是Easy的主张 会形成了各自犬牙交错 这个争议的状况 那双方各自依据它活力的大小 开始在这些岛礁上建立一些高角度 甚至的规模会非常非常大 这个是中国大陆所占的主张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岛礁在哪里 还是看到一堆水浮的屏幕 那当然黄岩岛这个问题呢 是在2009年的时候 菲律宾就依据它的内国法宣誓 作为菲律宾的领土 那接下来到2012年之后 当然就发生了这个 中国渔船跟菲律宾渔船 在这地方的一些错误 然后呢 双方的一些呢 冲突的时候呢 目前黄岩岛基础 已经是被向中国大陆实际控制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黄岩岛的问题呢 引发了菲律宾的希望诉求呢 透过国际海洋法庭 来进行仲裁呢 这个结果 那在今年呢 元月22号呢 菲律宾呢 开始向国际海洋法庭 提出强制仲裁 并且通知大陆 那大陆在二月的时候呢 就退回了 也是完全不承认这个举动 也实际上也没有参与 后面常识仲裁的各种程序的推展 目前这个仲裁庭呢 已经认定了五位法官呢 成立这个仲裁庭 进行这个整个仲裁案的立案审查 主要是决定了这个法院的裁法 对于这个仲裁案 是不是有什么掌权 然后也就是简单说 这是个承案 如果承案的话 当然我们现在预估 这个承案与否的这个时间呢 可能会在六七月的时候 就肯定不出 不然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后面的后续的发展 到底是厉害 那这个未来 其实代表了很多不同的 这个意义了 那大陆跟菲律宾呢 其实对于这个仲裁呢 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那菲律宾呢 是依据的 海洋文采洋法 还有一个 海洋法附件期里面 所提出来的 国际强制仲裁的这个条法 那它主张呢 就是说要求对于九段线 现在我们清楚 这个九段的段呢 是断掉的段呢 还是一段的段 应该是一段的段 那这个九段线的化界方式 是不是符合海洋法 对于领海 或者是伊利化界的规定 它不是在讲化界的冲突 菲律宾诉求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划出九段线这个方式 是不是符合海洋法的规范 它不是在要求说 这个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 这个海洋法的冲突的问题 刚刚后面实际上它也提到 有关于这个相关的岛屿九段线之下 岛屿地位啦 主权啊 领海啊 专属经济区啊 范围啦 还有菲律宾的主权啊 等等之间 做出一些仲裁 那想起呢 大家可以进入到 已经被害到的这个 菲律宾的外交部网站看 如果这个我们可以暂时 有一个窗口 看到这个文件 那强制仲裁呢 依据物件 其实是允许了相关的 伊斯坦方参与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仲裁案真实承认的话 其他的南海的争端方 包括越南 马来西亚 甚至印尼 可能都可以做出参与 那另外呢 对中国大陆而言呢 认为说呢 主权的问题呢 不是这个海洋法的解释 跟这个适用的问题嘛 就是根本否定了 那另外就是说呢 他有参与 那大陆的说法是说 他已经在2000年 一定有什么依据这个 海洋法公司的力量 派出发展的规定的声明呢 将这个涉及海洋化界 这般排除在这个强制仲裁的程序之外 那这是双方的这个目前初步的利润 那实际上后续的发展是什么 海洋法 所以他还要把五位这个任命的法官 来做出一些实际上的这个猜拯 那中国大陆引用的就是说呢 298条1 然后西方论的似乎 等等这些海洋化界的冲突 是已经被大陆呢 在2006年的时候 发布正式的声明 排除在场地狀態之外 那目前这一点是不是能够成立在这个案子上 其实是目前在海洋法上的一个争议的焦点 那另外一方呢 当然就是呢 涉及所谓南海各方行为准质 那这一点呢在 凡旧总统在这个东海和平倡议的这个过程中也急爆 就是说中华民国其实也非常呼吁各方呢 能够达成一个南海的行为种子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那东协就是一直呢 以东协的名义呢 要求中国大陆呢 签署一个这样的双边协议 但是这个双边呢 一方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另外一方呢 是东协 而不是东协内的这些南海的主张 那中国大陆目前是以拖待变 就是一直在说很努力 很愿意 很开放 愿意谈 但是呢强调说呢 这个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是一出即成的 还要大家的多方的讨论 然后他们愿意参与更多更多的一些活动 然后来交换意见 那东协在2012年的时候 7月呢 也就是呢 东协高峰会议呢 因为中国跟柬埔寨的联寿 然后让去年的东协高峰会 没有通过一个对南海的正式的呼吁呢 之后呢 东协内部呢 提出了所谓六点人责声明 原则声明当然就是 第一个要求还是执行南海行为宣言 然后呢 能够尽快呢 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遵守 这一点呢 是跟台湾跟中华民族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要求呢 全面遵守国际法原则 包括 1982年国际海洋法公约 这是呢东协的重点 那我们各位可以看到 法总统提告了 这个时候东华文明上映影片 没有提到1982年国际海洋法 只提到依据国际法 那国际法跟海洋法 1982年国际海洋法公约的内容 其实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那另外就是要求各方 继续保持跟克制 还有不使用武力 这一点上可能在 在台湾跟菲律宾的这个冲突中 其实是可外的组织起来 另外就是呢 依据海洋法益的人 和平解决分争 目前来看的话呢 东协当然就是不使用威吓跟武力 把威吓的方式来和平解决 目前来看的话 这里在台湾目前的民意之下呢 这一点可能不存在 因为目前大家都想和国际开战 第二点呢 就是呢 东协希望呢 能够中国的能够完整旅行 这个中华行为宣言 并继续呢 坚定有法律居住力的行为准则 那中国呢 目前就是继续推进 继续成立各种小组 继续参与 那南海中单中的 中国道理其实上 目前面临到其的问题 第一个是外交固定 第二个呢 大部分的岛礁呢 被其他的争议商组占了 另外就是说呢 如果强化这些主权的行使的话 反而引发了其他各方 所谓这个中国质疑 中国和平发展 这种负面的影响 另外就是中国目前 在国际法上的一些论证 显然呢 是有种不足之处 那实际上这个相同问题 也没引到过 中华民国呢 目前呢在南海上 或是在台湾跟菲律宾的中土上面 其实呢 紧张局这个升高呢 或是我们必须要把很多的资源 包括海巡的资源 包括海空军的 海军 没有空军的资源呢 投注到这个区域里面 另外就是呢 目前呢海洋法庭呢 国际仲裁案的到底 是不是最后的结果如何 他对于两岸的主张呢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 最糟的状况如果发生呢 仲裁的结果 对于九段线的话 完全是否定态度的话 对中华民国的影响 目前的主权和主张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另外就是目前呢 国国还是没有办法 虽然我们支持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参与那些主张 这个谈判跟对话的过程 那另外就是 当然就提到 后面几个场景都提到 两岸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 两岸合作 到底会有什么利益得失呢 那实际上 如果就我们而言 如果要配备 和平倡议 到底呢 我们的和平倡议的标的 是什么 是太平岛吗 台湾实际控制了 或者是中洲交吗 还是说呢 所谓全部的南海 这个呢 其实在对话的过程中 可能就会慢慢的出现出来 那当然眼前最迫切的问题 就是台湾和贵律宾之间的海域 EZ海域 是自主的划分的 实际上就跟南海有相对性的观点 那我们换本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 我来就请台湾主席 顾所长 然后还有我们曾经的吴主任 然后还有我们东道主廖所长 然后在座的台大中国大陆中心的石主任 还有其他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今天来报告的这个主题 分配给我的这个部分是 刚才陈清之陈教授是 南海问题与和平倡议 所以我这边呢 是这个东海问题与和平倡议 那我记得我刚收到 系上给我的这个信件的时候 它有一个次标题叫做 东海和平倡议的理论与实践 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不标题 所以我是从所谓的理论与实践 这个签面去着手 那从这个签面去着手 我来分享一下一些不成熟的一些意见和看法 主要分成几个点 第一个我会先很简单的回顾一下 什么叫做东海问题呢 既然是东海问题的 东海问题与和平倡议 什么叫东海问题 然后我把它的这个本质 就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下 东海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从表面上来看 东海问题有一些争议的标的 但是实际上造成这些争议的标的 会被争议 而且现在白润化 它有一些理论可以来解释 因为这些东海问题 其实存在已久 几十年了 但是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并不是大家要冰冷相见 但是现在之所以会变得这么激烈 那这可能可以用一些理论来加以解释 所以我就叫做这个理论与实践 然后再来的话 我会谈一下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很适当的时机提出了这个和平倡议 它取得的这些成就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回顾和评估 那最后呢 我探讨一下回应我们今天大会的主题 叫做东海和平倡议前景 所以我想我们在取得了这些成就之后 前景怎么样 前景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取得成就 继续得分 还是说它的这个大环境经过理论的抖析之后 这个前景啊就赢 我们现在虽然得分了 那就未必未来都是地方丰盛 可能还会有些挑战 那这个我想就这四个方面来跟各位报道 首先呢 这个所谓的东海问题啊 很简单的来讲 它包括两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岛屿主权 就是涉及到岛 具体有领土的部分 第二个是没有岛 但是它涉及到海域划分的部分 从这个岛屿主权跟海域划分 进一步延伸出什么呢 延伸出鱼权跟海洋资源 比如说像这个春小油气田的开发啦 像这些是海洋资源的部分 然后钓鱼台原好 或者是台飞之间的这个是捕鱼的部分 这是鱼权的部分 它是延伸出来的 没有岛屿主权跟海域划分 就没有后面这两下 然后呢牵涉东海问题的各方是哪几个方面呢 当然包括中华民国 包括对岸 包括这个钓鱼台的这个深所方 日本 另外大家也比较少注意到 还有一个国家是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也是东海问题的这个争议方 那争送什么东西呢 争议三个标的 第一个标的呢 是大陆台湾跟日本 争的是钓鱼台列宇和它的这个附属海域 第二个呢 是大陆跟日本争的 东海大陆加化界 它造成的一些海域争议 第三个比较少被注意到的 其实也一直都存在的是 大陆跟大韩民国之间的苏延礁 韩国称之为鱼里岛 鱼里岛的这个争议 那你可以看得到说 这三个争议里面哪些热哪些热 那为什么有些议题会比较热 有些议题会比较热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现在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牵涉到大陆与日本 这个部分是争议上是最热的 那我们后来提出 东海和平昌以后 我们的这个部分就相对比较反合 那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中日的这个部分是最激烈的呢 那从时间点上来看 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冷战时期 特别是80年代 中日美形成一个隐性的 对抗苏联的同盟的时候 其实没有太多人去注意到 钓鱼台的问题的严重性 可以基本上来讲 被邓小平这些政治家来搁置 然后呢 到了这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呢 日本跟大陆 虽然有这一九九五九六年的 这个我们台海飞弹危机 每日更新了安保的一些规范 但是实际上 我们知道说 当美国正在进行反恐战争的时候 当大陆正在进行六方会 对抗旋的时候 大陆跟日本也有一个正司级的 中日东海问题磋商 而且还建立了这个 部内的可能是司级的吧 司级的一个热线电话 所以实际上来讲 2000年初期啊 日本跟大陆还是蛮固实的 那现在为什么变成是 要进行这个法律战 历史战 甚至还延伸到什么呢 琉球的地位 现在连琉球的地位 一开始是一些这个 边缘性的报纸 现在连人民日报 都有加以讨论 琉球的地位被 被这个 引申出来 直接的导火线 大家当然都知道是 12年的这个石原市长 所提出的这个构造 后来民主党的野田家印政府 把它国有化 说是要这个缓和 但大陆认为说 这个实际上是叫做改变现状 我说你改变了现状 既然你改变了现状 我就要反制 所以呢 现在就进行了所谓的这个 常态化的巡谈 把钓鱼排这个地方呢 从日本的这个排他的管辖 变成是有争议了 就是说 双方除了法律上争议 现在是双方都已经在进行一种管辖性的行动 而且彼此之间无法把对方排除出去 那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 而且呢 它的这个温度有升高的趋势 那像这样子的 我们看到韩国跟大陆也有问题 然后大陆台湾日本有问题 为什么特别中日的这个部分 会特别激烈 我们应该要去考虑的就是 东海问题的本质 就进入到我要讨论的第二个阶段 我觉得会造成某一些问题比较激烈 而且在80年代90年代2000年初期 还可以务实的有中日东海问题磋商 而现在却没有办法磋商 甚至呢这个中日韩三国 有一些什么财政部长会议 或者是中国东协 这个中日韩跟东协的环境部长会议等等 这些通通都被搁置 在印度要开会都被搁置 这个大陆的大陆的财政部长 外长都不出席 这原因是什么 我举两个这个问题的本质 因为我要讲东海问题的理论实践 我说它有两个本质 这两个本质 这就从理论角度来切入 第一个是物质上面 第二个是观念上 物质上的这个因素 我说的是跟什么有关呢 跟这个所谓的权力移转有关 最近大家非常流行的叫做 Power Transition 跟这个权力移转有关 这个权力移转导致大国之间的 这种互信的降低 导致大国之间的对抗 导致冷战结束之后的 那单极体系出现了松动 所以当包括美国自己实地可能有所下降 因为防抗战争 因为经济衰退等等因素 这个是物质方面 第二个呢是理念方面的变迁 理念的变迁 我们说安全观念的变化 这也不可忽视 所以并不是只有物质的这个权力移转 造成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局势的对抗化 还有就是大家安全观念的改变 首先很简单的讲一下物质权力 物质权力的权力移转的问题 大家这个都很清楚 我刚才讲过说美国自己发生的一些情况 然后呢一开始呢 其实这个大陆呢善于使应用这个发展机遇 所以在大概2009年之前 1997年到2009这十多年的时间 从这个东亚金融风暴开始 他做的还算不错的 所谓慕邻安邻复邻的这个周边外交 但是后来2010年出现了重大的这个天安剑事件 跟所谓的南海核心利益的这个争执和风波 造成呢就是说这个许多国家 开始把焦点转移到大陆 是不是有改变外交政策和路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美国呢也开始注意到自己权力的下降 是不是有可能导致权力移转 这个时候呢 刚好有国家愿意做美国卸责的接手 那就是日本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物质上的权力移转导致了这个东海的这个局势 有可能会升高 特别是在某几组国家的关系之间 那么其他的国家更欢迎美国现在的再平衡 或者是重返东亚的一种介入性的态势 再来的话呢 就是安全方面的这个观念的变化 我刚才讲的是物质性 还有这个观念性的变化 观念性的变化 从97年一直到20708年这段时间 基本上在亚太地区 比较讲的是所谓的共同安全 综合安全和合作性安全 这包括一部分是东协为中心 所倡议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安全理念 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 木林安林复林政策 也提出了其所谓新安全观 一定程度有这种 就是所谓的柔性攻势 取得了一些绩效 但是呢随着几个因素的变化 包括比如说大陆现在的这个 所谓的海洋权益的这种观念 日益的升高 所以呢在这个海洋的这个动线也好 海洋资源也好 海洋主权也好的立场 转趋这个强硬 再来呢 美国国内对美国地位 尤其在亚太地区的 地区的presence的这个下降 感到不安 然后呢还有一点也蛮重要的 东协国家开始慢慢出现 它这个理念与行动 The ASEAN way的一种弱化 它的这个 它的这样的一种dynamic 正在弱化 最后呢就是很重要 还有一点 这个也是观念性的变迁 就是日本对于中国 赶超日本地位的一种 全面性的焦虑 而重新恢复所谓 正常大国的观念 在日本的公众 日益获得支持 最近有很多很多事件 不需要加以力去 可以证明这一点 那所以呢 我们所讲的共同安全 综合安全 合作性安全 慢慢又让位回到 这个冷战时期的 所谓集体安全 这个冷战的集体安全 比如说联合国的集体安全 针对二战战败国而说的 俄罗斯有一个所谓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也是这样的一种 冷战式的集体安全 各位可以从最近在 气候谈判上的僵局 在贸易谈判的这个WTO 面临到的这个多哈维德的僵局 各国开始进行TPP RECP 这个韩欧自由贸易协定 或者是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日本日欧自由贸易协定 大家这样子一种角力 而不是一种全面的all inclusive 而是变成团块化的 这样的一种贸易的这个格局 还有就是货币战 最近注意到的货币战 都可以看得到这种以零为货的 强硬公式性的这种安全措施 正在兴起 所以过去那种基于 新自由主义的安全理念 在亚太地区逐渐被抛弃 人们开始不是重视absolute games 而是重视relative games 一个洛克式的文化 正在乱位给霍布斯的文化 所以这个理念 最危险的一种理念的对峙 是过去年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先生的这种 比较务实的 比较强硬的 中国梦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跟日本自民党右翼 废弃二战体制 重新建军制限 天皇实质元首化 这样的一种国内理念 这两个理念 进行十九世纪以来 我认为是第三次的最大对决 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对决 这是相当危险的 在权力跟理念的双重变迁之下 虽然各当事国都高唱海洋法公约 当然美国还没有批准 高唱海洋法公约 高唱历史 高唱法理 高唱和平 但是这些隐武者和大国 表面上对主权不采取立场 比如说美国说 对钓鱼台主权不采取立场 实际上都正在立兵末马 等待对手出错 然后等待结构转变有利于我 所以我认为局部性的冲突 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必须给外交部和这个政府一个掌声 就是我们提出的东海流亭倡议 是在一个相对来讲不利的大环境之下 这个切入了一个有利的时机 又重新提出了这种合作性共同性安全 和绝对利益的共享 这样子的一种倡议 这个倡议还希望说 从三组双边到一组双边 一组三边 这个是切入的时间点相当的精准 相当的精准 那这个时间点的精准 却这个吊诡的 它是要归功于大环境的因素 就是前面的理念 跟结构性的因素的配合 如果我们想想看 我们提出的这个倡议 是在早几年提出的 那美国跟日本 或者是其他东协国家 未必会这么有兴趣 或者是这么快的去响应 那么毕竟这个钓鱼台 这个周边地区 常年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 如果没有刚才的那样的一种 结构性的观念的 或者是力量的变迁 那么这些区域性的国家 对于大陆的这个强硬也好 或者是决止也好 没有制衡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或者是说他们不去担心 两岸是不是有可能联手跑掉 它何必需要对我们提出这么多善意 台湾对日本的这个友好 也不是一两年的事情 日本发生了地震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机会 但是相信我们一直都是很友好的 最后我想是要这个谈一下 就是说这个和平倡议的 这个未来的这个前景 就是我们在一个不利的大环境下 在适当的时期 提出了一个对我们现阶段来讲 算是成功而得分的一个倡议 这个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地方呢 可能会有一些挑战的危险 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正在表达和平倡议的过程 有些这个观察家会这个鸡蛋里挑骨头 或者是发现说我们有一些官员或什么的 会讲到说这个大陆渔船 不应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和平倡议 或者台日协议里面去作业 而这个大陆又把这个东西解释成说 我们是不是对北京统一刀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倡议表面上是三个双边 实际上最后会变成是只有一个双边 其他两个双边的是好像是这个core decoration 并没有办法实质化 所以这个操作的这个过程 也有可能使得倡议成为一组双边 或者是只为美日台友好而服务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比较可惜 所以如果要有建议的话 就是可能大陆这个台湾方面 就我们自己中华民国政府 必须要也同时去注意 我们既然是三组双边 我们也要去呼吁这个大陆 是不是有可能跟我们展开某种程度的 也许主权合作是外交部目前不方便去推动的 毕竟主权互不承认 治权互不否认 但是渔业合作海洋共同开发 可能不应该这个停下步伐 应该在GECFA和各种各样的实质性的这些功能性的这种议题的结论 或者是制度化之后还应该朝这个方面来推进 使得我们的东海和平倡议真的有具体的多元的面貌和作为 为两岸的这种关系的制度化和活入外交的大战略 两者的平衡起到更好的服务作用 谢谢 非常感谢张教授的报告 我讲的 本来是我们的 所公布的十一段线 每一段线之后还有它的具体去移针 第一段线叫巴士海峡段线 第二段线是切过 这个以45度跟215度 切过巴黎合约的那个经纬度的角度 但是巴黎的那个合约是从 跟菲律賓的領土而大體比例的時候 是講巴士海峽是主航道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最好的例子 我們應該考慮去CLAIN這個納普納巡島 因為納普納巡島 因為巴士海峽主航道究竟在哪 不知道 所以其實中共現在對於東海的策略 開始去講劉秋心道的設定鏈 就是你咬到我的肉回去 去咬到你的肉 不是你的肉 那11段線中間有兩段線 是因為中共跟那個就是 也就是東京灣線跟北部灣線 這兩條線是在這個就是 兩邊北部灣化界完的時候把它拿掉的 所以其實最早年的時候是在 就是說中共借了兩個島 給那個北越蓋雷達戰的時候就拿掉 後來這個雙邊議定這個就是 北部灣化界跟聯合巡邏的時候拿掉 才變成九段線 所以九段線的每一個都有名稱 中共它提出來它的主張 從1952年開始所提出的主張 以及那個後來所做的發言 根據這張圖的左下角 有海軍總司令部跟這個海軍總司令部 國內線是屬於中國 那這個仲裁案之中它發生的真正的法理的問題 是在於1982年這個就是說海洋法公約這個樹立 然後1994年第60個簽約過完成換文手續 在12月17日完成換文手續之前 它前面所溯及的任何海洋化界的規定 這個其實不能列入仲裁的範圍 只是我們大家都沒有辦法想到這一點 因為在那個之前有歷史進鎖 有很多歷史的遺跡 不能因為1982年這個公約 然後1994年就是普世情的運用之後 它把之前的推翻 我覺得這一點論點的論據 大家其實都還沒有去想到這些的問題 而且就是說菲律賓 這個就是整個的它的有關領土疆界的所有的CLAM 這些所有的聲明 法律 共和國法 它其中有很多東西它目前所在的疆界之中 它都沒有立下來堆 就是說還有很多爭議的空間 只是看中共要不要去操作而已 最後呢是關於九段線的這個畫法 當年的思維我覺得其實是跟蠻仿造 就是說這個巴黎合約當初美西戰爭晚畫的一個框框之內 這個框框之內所有陸地的領土是屬於這個 我割給你 那我們畫這個 這個無論是十一段線或九段線 是這裡頭的領土 並不是這條線之後 我們就不讓人同行 無論在任何的階段 中華民國這個以及中共政權 從未阻斷過在裡頭的任何的通行行期 這個是必須要講的 第二 就算裡頭發生過任何的爭議 也不會影響到國際通行 這其實都是幾個論點跟例句 對於我們繼續這個 這個叫做深索這個是重要的依據 我覺得我們這個在外交部的先進 其實都應該考慮 就是說我們在這邊實質戰 我們趕過菲律賓的漁民 我們叫他寫過竊節書 當年我們劉仙 劉中長 當副建黨的時候 武裝登陸小艇壓著科羅馬 叫他寫過悔過書 這都是斑斑死實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去妨礙過任何的自由通行 所以美方在這個 就是說提出這個 無論是再平衡再沒有 或者如何如何 他一直講南海水域的自由通行 但是無論如何到目前為止 南海中有海盜出沒 但是咧 絕無任何國家阻礙過這個自由通行 所以這是我請的 這個希望就是這個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外交部的先進 能夠這個參考平衡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這個張登基先生這個海軍隊 所以他對手就知道我們 還沒有 還好方便請 中山大學政員總黃靖堅 我想要針對那個張登基教授 他剛剛是比較從理論出發而已 那我覺得他認為現在已經 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已經讓位給 這個霍布斯氏的原來的現實主義 我覺得就是以陽光特使 主導的權力平衡 或者是權力政治 他是一個這個惡性循環 會一直在那裡 可是我覺得新自由主義或新資本主義 新自由資本主義 我覺得他並沒有真正的位置 你可以沒有真的讓位 因為你會發現東海這個和平倡議 他還明顯就是新自由主義 他裡面的一些核心的這些價值 所以我認為就是表面上做自己的修正 所以又符合了經濟全球化 這個新資本主義的這個主要的利益 當然是以美國跟西歐 日本這些維族 所以我會認為表面上面鬧轟轟 可是事實上 新自由資本主義 他還是主導 這是在 我在理論上 我比較不同意 他真的讓位 就是說這個新自由資本主義 他讓位 好 謝謝黃老師 還沒有 還沒有 我們稍微提起一點這個學術評論的火花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請這個三位這個 有看點就分別做簡單的回應一下 每個人就差不多這個兩聲紅 那我就先回應一下 那個其實張教授您這個提出來這個 航行權的問題 其實在我的報告裡面沒有這個 多所這個解釋了 所以也很感謝張教授您所提出來的補充 但實際上我也順便越來回應一下 剛剛黃老師跟張老師有關理論 那另外有一個國際關係理論的學派 就是現實制度主義 現實制度主義認為說 這個實際上講白的都是權力的對抗 但是制度只是一種工具 那我們如果用霸權論來看的話 現有的工具是有力制度的 國際制度 或是建制 其實是有力霸權的地位 所以他用它的有力去打擊 在所謂法律上 在法律上 或是在這個合作上面 區域劣勢或是後繼的 這個崛起的霸權 其實對它是有力的 所以如果廣義來 就現實主義的 自圓其說的方式來看的話 其實用制度 其實是現在它在 物質力量衰微之際 另外一個努力的工具 來遏制這個崛起國的這個興起 這是我這個另外一些 這個越主帶跑的補充 謝謝 謝謝主席 那謝謝黃老師給我的指教 這個虛心的這個受教 那如果一定要有一些 柱角來延伸黃老師給我的教育的話 我想我會這樣子來思考 就是說確實這個資本主義沒有讓位 但是我們在考慮 資本主義在過去這個400年來 特別是最後的這200年 成為一種主要的這一種 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安排的方式 其實它並不只用自由主義的方式來實踐 甚至自由主義的話 有的時候反而會妨礙資本主義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也並不能夠直接 把自由主義的那種制度和精神 跟資本主義追求生產工具的 獨家性的這個獨佔 生產工具的佔有 以及生產關係的這樣的一種載制化 兩者之間不能夠畫等號 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有的時候 還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來實踐 不一定是用自由主義的方式來實踐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自由主義 如果說資本主義 可以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來實踐 透過國家的強力的干涉和保護 甚至像剛才新智老師所講的 把這些制度當成是一種工具 而不是當作一種價值來信奉的話 那我覺得現在的貨幣戰友 現在的這一種區域的整合 去取代落花回合 我覺得有些還是能夠多多少少的解釋 新自由主義的這樣的一個思潮 在國際間似乎沒有過去這麼強勢 還有一點小小的補充 就是剛才討論到自由航行的問題 就是我們張老師提到的 就是過去有很多誤解 好像哪些國家在南海 或者是在哪些地方妨礙了自由航行 所以有些國家要出來主張自由航行 也是符合某種自由主義 但我這裡還是講 這個自由主義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你就算是沒有妨礙自由航行 今天別人你覺得你是眼中釘 覺得你崛起了 或者是覺得你是權力移轉過程中的威脅 你沒有我也非要說你也不可 你只要妨礙我的偵察機 妨礙我的軍艦在那裡出沒 我的軍艦在附近 你有偵察機要偵察 我就說你妨礙我的自由航行 那我就是這樣子說 因為此三是我開 制度是武藍 那我要這樣講 那你的奈有何 謝謝 來 謝謝執政長 也謝謝執教 我們外交部這個 對於外交政策的做法 是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保障人民相關的權益 所以東海也好 南海也好 我們只有一套很完整的論述 這個請您放心 那我剛才提到 我們爭取國家主權 維護國人權益 那各位可以從最近其他一些例子 當然跟今天我們討論 東海南海不是很貼切 那我願意在這個機會 兩分鐘的時間提出來 就是我們所謂的免簽證的待遇 還有我們很多青年朋友們 度假打工的協議 那這些呢是在當前 過去一直以來 就大概有 但是從四年多以來 我們推行不斷 目前我們132個國家免簽 各位知道 其中美國給了37個國家免簽 那美國的免簽 37個國家裡面 中華民國是37個國家 唯一跟美國沒有邦交國的 然而我們拿到的免簽 那我也要跟各位說明 免簽跟所謂的政黨 藍跟綠都沒有關係 十年前我在歐洲司當科長 那時候我們就推動 升登免簽 我們跟歐洲人講說 這個 我們的國人到國外去 沒有滯留不歸 沒有犯罪紀錄 通通都是去消費的 當時很多環境的限制 沒辦法達成 2011年我在歐洲服務 我告訴這個 德國的朋友 我們要辦免簽 希望拿到升登免簽 但是呢 這個 德國當時這個 有位朋友 他是很好的朋友跟我講說 這個 他說這個 你們的護照很容易掉 他幫我跟我說 你們的護照很容易掉 我想在座各位聰明的你 如果你是我們外交第一線的 談判人員 你要怎麼回答 有一回我在一個場合一講 他說老師簡單嘛 掉 你就跟他講 把它撿起來就好了 但是我當時 我是這樣回答他 我跟他講說 掉護照 哪一個國家不掉護照呢 德國你們也掉護照 美國也掉護照 加拿大也掉護照啊 你看我當時很秩序 喔 很快樂 看我反應這麼快 結果他反應更快 喔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掉護照 美國掉三五本 加拿大掉五六本 德國掉 掉十來本 你們台灣一次掉 掉三五百本 在這兒我要請各位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我要跟各位 話題打開來 就是請各位到 如果出國的話 好好保護你的護照 一本護照 中華民國的護照 是十幾萬台幣 他說真好 謝謝你 告訴我這個事情 我就把護照給賣掉 然後賺你的利用錢 不 要補護照很不容易的 話再說回來 請給我一分鐘 我怎麼回答他 外交人員說 見鋒轉舵 掉護照 對啊 所以 因為掉護照 所以我們就有護照的改善措施 所以我們要護照侵犯 當時跟這位官傑 我現在不方便透露他的影子 官傑非常高的一位 護照侵犯 所以各位 現在你們都是護照侵犯 護照加千條碼 護照的照片 瞳孔放大 升值特徵 還有我們要有個資保護 啊 你們有個資保護 是 我們有個資保護 我們不但個資保護 我們要有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卡裡面有一個chip 那個chip裡面都有個資保護 喔 你們有全民健保 各位知道嗎 德國沒有全民健保 我們台灣也有全民健保 我剛才講 2300萬人 99.999的人 他們都有 99.99% 他們都有健保 全民健保 那這個全民健保的健保卡上有一個 Made in這個chip 我問他說 你知道這個chip是Made in哪裡嗎 他有點不相信我們有個資保護 不相信我們個資保護的能力 我說 我知道你 我請問你知道Made in哪裡嗎 說我不曉得 我告訴你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Germany 我說如果你不相信我們的個資保護 就是不相信Made in Germany 喔 我相信相信相信 當然相信 這樣子在德國那一關 生根免簽過了 德國那一關過了 各位知道德國是大國 他當然對我們而言 2010年生根免簽那一帳是過了 然後我們拿到了生根免簽 我是覺得 我舉這個例子 並不是要凸顯個人的什麼 其他什麼 種多麼的豐豐危機 不是外交人員在什麼樣的 長河裡面跟各位 跟我們外國人士去做 我要重點是說 我們在做外交工作的時候 想到的第一個 我要請各位千萬千萬要放心 第一個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人員 就是要保護國家主權 維護國家主權 第二個就是要維護國人的權益 如果各位在國外碰到任何緊急危難 任何緊急危難 請各位隨時都有那個電話 可以打給我們 我們是絕對是24小時 生命樂隨時服務在這裡 那很可惜我們今天談的這個主權 這個部分 我們以為一位國人喪失的性命 因為我們馬總統也講得 非常的懇竊 而且非常的痛心疾首 我們一定會負責任到底 幫這位漁民這個 這個要幫他找回他英文的公道 好 各位期待各位在場的各位 也讓我們一起為這個 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悲哀 但是我們希望外交人員在任何作為上面 絕對是秉得我剛才講的那兩個原則 也請各位隨時給我們鼓勵 隨時給我們鞭策 我在這兒雖然不能夠代表我們部長 但是我相信他一直講到 我們外交工作精緯萬端 真的是目前精緯萬端 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所以我們很誠實很誠實的希望 各位有任何的建議 有任何的支援 不定是給外交部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大家好 我們這堂的這個聖會就結束